朋友你好,我是石珍 今天我们来看看刚上架的一些小花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呢 这是花园里经常建的 叫做Garden Flux 这是它的名字 这是加拿大 所以它下面是它的法语名 这个Garden Flux 它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 叫福考路 因为这个花原生北美加拿大 所以它在中国没有原生 它只有音译了 这个福考路 就是从这个Flux翻译过来的吧 我想这个Flux都是在秋季开花 它的花色有很多种常见的这种粉色的 还有这边看到红色大红的 这个花期也很长 花大花期又长 大概两三个星期吧 所以在夏末的时候 是花园的一个好风景 如果你要种了一大丛的话 它是很impressive 给人这个很吸引眼球 这个Flux呢 它很容易生长 需要至少半天的阳光吧 阳光越多 它就开花越多越旺 然后还容易繁殖 你看它这个 仔细看这个小苗长起来 它的根部是可以分割的 就是过几年以后 两三年三四年以后你可以把它分根 分成好几棵 这个容易繁殖的花啊 就而且长得快的花呢 就相对便宜 你看这个才7块5 当然了你要是有朋友家养这个花 你可以到他家去要一点挖一点 他们一定会乐意分享 对于喜爱收集花 有的人养一种花 他喜欢收集 他养多了以后就说 我这花漂亮 我要多收集不同的品种 这还有供你选择 这个花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看它的叶子是有金边的 是白边 这个叶子也很漂亮 但是你要是从远处看 咱们拉圆一靠 叶子差别并不是很大 所以在这提醒大家一下 这种金边的 先说一下金边的通常都是Sports 就是变异 变异来的 然后它把它留下来 然后不断的分根来繁殖 这种品种金边的品种 往往金边的品种的植物 这个纯绿色品种的植物 往往生长的没有那么旺盛 生长缓慢 所以你要给它留够足够的空间 否则的话 它会被绿色纯色叶子的品种 会挤掉它的生长空间 再一个你要不要太高的期望值 你看它的照片上很漂亮 金边很大 颜色会很鲜艳 那个是什么原因 就是你要给它足够的太阳 它的金边就会更显现 更强烈 刚才说它生长没有那么旺盛 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同样大的盆子 纯绿色的要大一倍 它的生长速度 这个Flox有一个小缺点 必须要提 这个大部分 绝大部分 Flox在它开完花以后 它的叶子在秋天 会长白毛 就是白粉病 但是理想情况就是找抗病品种 它有的时候会在上面写抗 它有anti-mildew 就是powder-mildew的品种 但是它即使有抗白粉病的能力 只是有一定程度 不能完全抵抗白粉病 所以即使你再喜欢这个花 这个花再漂亮 也最好适当的 适可而止 不要太多 满院子都种这个 到时候白粉病出来以后 会很不舒服 所以又是那个道理 这个多样性 植物的多样性非常重要 在你的小花园里头 要小花的组合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也不能太多 这个旁边有一层小花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flux 看着叶子现在很像 发暗红的 像这种暗红的和这边的flux 仔细看 它生长的习性不一样 它是一根杆长得很长 这个就是基本上 从根部发出来的叶子 不要搞混了 看到这个叶子 又想起来 就是说很多时候 花园植物是靠叶子了 叶子的颜色不同来衬托的 因为花期毕竟短嘛 像这个两三个星期 已经是很长很长了 通常都是一个星期左右 所以叶子 你看它的新长出来的叶子 是红色的 它可以给 让你的花园变得更colorful 五彩缤纷 说到这个gardenflux呢 还有一种叫做flux的小花 这种叫mothflux 其实这两种花呀 完全没关系 因为花形长得相似 这个小花呢 这种mothflux呢 是春天 就是这个时候 现在是五月初 多伦多 是这个时候开花 开始开 你要是我家的呢 是还没开 可能还要过半个月左右 这个花店的呢 它是在苗圃生长 在温室 大棚里生长的 所以它现在已经开花了 这种mothflux呢 它生长非常矮 也就最多不超过一尺高吧 长得再旺的话 它也不会超过一尺高 大概也就是20公分左右 春天开花一大片 就开马 就像这个 比这个还要马 现在还没完全盛开 它的花色呢 除了一种粉色的 还有红色白色 这种mothflux呢 它需要更多的阳光 然后它需要 它是生长在一个 比较开阔的这种地带 不能和高大植物种在一起 种在一起的话 它就不容易开花了 第二年 它就是和其他小矮低矮的植物 所以它适合什么呢 适合rock garden 就是石头花园 给它留足够的空间 它会一直的蔓延 长开去 很漂亮 很壮观 开花的时候 不开花的时候呢 也有这种草坪的装饰效果 你看它这个 在开花的时候 价格这个7块5 也是感觉偏高啊 有点偏高 但是它长得很旺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吧 往往见到这种花 在开完花以后 在它甩卖的时候 也就是你现在卖7块5啊 这也就是1块钱或5毛钱 一盒 这个花的唯一要注意呢 就是它中间容易 它也会长杂草 虽然它长得很密 它也会有杂草丛生 除草是一个小问题 你需要去用手一点点去拔 但是你看 这么漂亮的花 还是值得付出这个劳动辛苦 这两种花呢 都是很大众的 在几乎所有的店都会 商店都会买得到 我这个位置呢 是在Downtown的多伦多 市中心的这个 有一个叫Loblos 其他的花店也都有 是非常大众的花 这里还有更多品种的 小盒的 你看这么一点小盒的 Moth Flux 它的价钱3块5 记得去年价钱是2块5左右 涨得飞快 这价钱 还有红色的 还有白色的 好了 这两种Flux就说这么多 你喜欢哪一种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